整理塵鋒已久的吊具 因為這些曾是 邱文良最寶貝的物品 平均來講 一個禮拜也是兩次 也是一次 也是一個禮拜 沒有是說每天去啦 是一個禮拜一次 而這樣喜歡垂吊的嗜好 在聽到上人某次的開示中 徹底改變 上人開示啊 講尊重生命啊 哎 突然叫我醒過來 是我 有釣魚也是殺生 一方面也是 就是感覺到很不忍心啊 原來邱文良自小 父母相繼過世 由外婆撫養長大 今年參與法屁無水精葬演繹 讓他深深懺悔 也發怨如素 他沒有掉老 感覺套得很平安 因為他可以跟孩子 還是他們自由自在地有 同樣也是因為演繹 懺悔往昔所造的沙葉的 還有吳雅妹 家裡因為平常 我們也沒有什麼錢去買肉 過年過節就會殺雞 或者是說我們白兔就是殺來蹲補 六年前罹患乳房腫瘤的他 在水顫經文中徹底反省 也決心要戒殺愛惜眾生生命 小白兔都想到 當初我宰殺的那30多隻小白兔 所以我一一懺悔 發怨如素 不再吃眾生的 年少時犯了錯誤的還有汪明慧 又年的貪玩和好奇 扼殺了很多小昆蟲 我就抓了那扎門 就放在一個紙袋裡面 跟牠綁住 怕牠飛掉 拔掉翅膀才開 脫膠袋開了 讓牠們出來這樣走 六年前得了子宮肌瘤的牠 牠動了手術 但開刀後 右手臂卻失去知覺 半夜的時候 我的手已經是僵硬的 好像很多螞蟻在咬我這樣 要駕駛的時候 我是需要用左手 將我的右手提上來 抓住這個駕駛盤 就是那個駕駛盤 我是沒有辦法移動這個右手 參與水顫演藝後 汪明慧深感懺悔 也更堅定自己 愛護眾生的一年心 小時候的無資 因果粒粒不爽 所以造業豈能不燦 打野新聞馬來西亞報導 防禦 2 2 2 1 感谢观看